方玉祥三年前到大陆上海 参加了第十九届国际烹调艺术比赛 在中式三套菜的展示项目 获得了国际评审评为金牌奖 之后许多人都想要一尝他的厨艺 而方玉祥经过了三年的筹备 在这个月在花莲市创业之后 几乎是天天客满一位南球 大家都来品尝他的好手艺 我在花莲市成功叫102号的方玉祥离甜点店 下午就可以看到消费者来这里选自己喜欢的甜点 软硬刚刚好不会太硬 他的巧克力 然后皮也很酥 然后我觉得加了这个核桃味道变得 这个不是核桃 这个应该性能 味道变得很好 方玉祥离店长张星杰表示 由于店银的特色讲求是创意 以及新鲜食材 希望能够开创出新的卖点 甜点的话都是 全部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对然后每天都是限量 卖完就没有 所以我们大概差不多 差不多开卖两三个小时 就会全部都卖过 都是用当季的食材 然后所有像是酱啊水果什么的 都是用全台湾最好的食材 下去做制作的 是我们有健康健康 就是比较健康 就不会太油也不会太甜 因为现在人都讲求比较 烧烟烧油这样 烧炭的感觉 所以我们都有在做调整 而在白天开了方玉祥离甜点店 和晚上的餐饮店 这两间店可是有八年级生 方玉祥所创业的店面 方玉祥荣获彩厨艺 传承大赛银牌 2014农在米其林创意料理 争霸冠冠军 台湾美食展东区冠军 2015冬区客家美食料理 三间客料理王 希望以特色的餐店 来分享花莲相亲 我们餐的话就是我们是以川菜 然后西餐跟日料一起去做一个结合 然后在花莲做出一个比较 有特色也比较创新的料理 我本身我是八年级生 那我们的伙伴基本上都是 八年级这个年次的 那我们希望用我们 比较创新或是比较新的想法 然后带入我们的家乡花莲 然后来做一个比较有特色 比较不一样的餐点 跟一些不一样的风格 所以大部分我们的食材 我们都会尽量选用花莲的在地食材 来做料理 那我们会选择用花莲的食材 然后来做创新 做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然后来呈现给我们的顾客 电阶放映君也介绍餐厅的料理 然后我们的前面这个是香烤结瓜 我们选用的是两种颜色不一样的 然后黄色 黄色跟绿色吃起来口感不太一样 然后它在造型呈现上也比较美观一点 然后最前面这个是 它是我们内场厨师出去比赛得名的菜 它下面是用造型 馒头搭配上面鸡肉丝跟洋葱调味 会有点甜辣甜辣的感觉 然后这道菜的话是 红壁风软壳蟹 它是有家当我们用炸过的蒜酥 还有辣椒一些葱香料等等 对它软壳蟹可以直接连壳一起带着咬下去 满多客人都会喜欢的 旁边还有搭配我们炸过的杏鲍鱼 还有这前面是火炉上的烤鸭 它是用油泡的方式做料理的 油泡的话就是让它的瘦肉的地方不要过于干柴 胡逸祥对于年轻人创业的理念认为 料理的美食是餐饮业经营的必要条件 而现在的消费者已经不再是因为食物好吃就满足了 所以他讲究服务人员素质提高 气氛要典雅 环境要干净 还要重视食材品质 被对待的服务以及感受 餐饮气氛营造等要素仅逼搭配 才能够符合顾客对餐饮业的期待 记得转眼花色不老